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斤小龙虾 虾头全部扯出来了 然后刚才还忘了一步 这里面的虾线把它扯出来 好了 全部弄出来了 现在把它拿进去刷干净 又洗了三面 终于处理干净了 三斤龙虾处理了一个多小时 太麻烦了 现在来切一点葱姜蒜还有辣椒 锅里拿一点油 葱姜蒜 拿一点火锅料 豆乳半斤 炒出红油后下鸡蛋 拿一点生抽酱油 老抽酱油 盐 盐料酒 加一盐水 按照传统的做法 这里面应该加一瓶啤酒的 但是我觉得加料酒的比较好 因为啤酒被我喝完了 没有了 青椰椒 我家少不得去 麻烦 麻烦上来只有他熟 剥个虾把手剥得很痛 今天早上刚会把指甲点 我应该昨天晚上剪了 这个虾吃真的太好吃 最后还是我炒的好吃 蘸一点料 香饼浓一下 我觉得这个尖椒更好吃 香辣香辣的 我拖了有一个想法 干脆这个夏天去摆摊卖龙虾算了 炒的真的好吃 不过说实话炒龙虾其实也挺简单 其实不管炒什么菜 你只要放一点火锅料 就特别的香 因为火锅料里面就是一种香料熬出来 这里面的尖椒是最好吃的 把它全部弄进去 稍微有点咸了 太咸了 刚才喝了半碗汤去一边 好了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